这段我们来聊一下大陆的半导体的烂尾潮 大陆官方要整顿 包括了江苏 四川 湖北 贵州 陕西 六个人民币百亿级别的半导体的投资案都停了 你会问说为什么大陆中央不才刚宣布 第三代的半导体产业要十四五规划 重点中的重点吗 看到了中美贸易战当中芯片的重要性 大陆全国之力来发展 为什么还会出现所谓的烂尾呢 各位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就是 坦白讲就是策略执行 那管理不周啦 策略执行 方向有 但是细节的方法 因为你就对比那个北斗卫星嘛 北斗卫星实际上难度跟半导体是一样难的啦 那你是不是有设定几个重要的管理人才 然后设定少数几个机构来主导嘛 那那时候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好像各省都在圈钱嘛 他们都在抢政府的钱啊 然后想要抢这个项目 然后就开始抠各种团队嘛 然后只要那个团队的名单向样 那中央政府大概 因为他们也不懂这个行业 大概就允许融资啦 或者大基金就给钱啦 所以台湾那时候有很多人都被挖角 那可是后来去你就发现他背后的本质 很多人事实上还是为了建厂赚钱 建厂招商 那这个就是政府的目的嘛 那这里面当然也有很多政商勾结的成分啦 我们讲白了 就是你对专业的尊重不足啦 比如说张鲁金 中西一开始也是他 他回去创办的 那张鲁金现在也离开中西啦 那比如说那个高启全 他现在也即将离开紫光 那当然最近最严重的就是武汉红星嘛 讲上意是台积电 大佬 二号人物啊 那他当初去那个武汉红星 吸引了多少台积电的员工跳槽 几十个啦 那大家就想说这个地方应该会认真来发展吧 而且项目的金额高达1280亿人民币 那你怎么会想到说 那当然就要阿斯麦啊 那个ASML荷兰那个光科技啦 他就顺利买到了 结果买进来之后居然拿去 没用 没用过 他拿去抵押 你想一想 讲上意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那后来人家说 讲上意恐怕你也要出面 去做这个募款的动作 那这已经完全脱离人家来这边 要做了本意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 目前大陆科技部大家也知道了 所以不仅是要究责啦 而且是要整顿 谁支持谁负责 可是这个水太深了 水很深 这个你需要你钱那么大嘛 而且我 因为我对这个行业还算有点熟 那个第一阶段光是建厂 那投入的钱就已经是 如果是用台币算就几千亿了 那那里面的油水就非常多了 郭伟员说穿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 中央大力支持的项目 可以圈地圈钱最快 对不对 还是要盖场赚钱 因为有一个业界的一个盛传的说法 天津连抓鱼的也要来做芯片 因为就是政府的重点项目 地方全面配合 而且你建厂的时候 周边的土地还会涨 还可以炒地 就是你刚刚讲的圈钱还要圈地 你刚刚提到了 讲上亿 这武汉红星 他就是一个招牌 对啊 有一个像样的人 然后他筹资快 政府补贴的金额也快 批准的项目也快 所以有点 有点像是间接 变像那种吸睛的一个过程 我没有说吸睛诈骗 但就是吸睛是非常快速的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核心实力 因为半导体是要蹲功夫的 所以倩姐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他没有去长时间的去培养 但是就是很快速的希望 能够靠这个项目赚钱 我们稍微看一下 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发展 他在前端的时候 他并没有真正去做foundry 就是并没有再做芯片的制造 那么他一开头是引进了 设计 封装 测试 组装 就是前端跟后端 这两个都没有这么大的 像刚才郭委员讲的 这么大的资本投入 那等到他们开始进入了 去到处圈地 圈钱 做资本投入的时候 跟他前端的策略不太一样 他前端策略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就是我用我中国大陆庞大的市场 吸引你们把高端的技术 就是设计跟后面的封测组 带到中国大陆来 因为在我们这里 最后封装测试组装的 可以获得国民待遇 他在租税上面 都有相对的优惠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可以很快地获得了他的专业 那接下来就是那个花大钱的部分 他风策有做起来 有 江苏长店就做起来 所以我就说他一开头的策略 就是在90年2000年的那个时候 策略是非常聪明的 他就用这个大的市场来引导 可是等到那个大钱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就很像刚才 你可以看到说政府有政策引导 然后接着你就会有投资拉动 很多人就相信说我钱投了 他就会成功 那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看到 中国大陆有盖了很多的科技园区 是非常类似的 然后每个地方在电影很红的时候 每个地方都要去做电影的文创园区 电影城 对对对 很像很像 就是他们相信 只要我有一个政策 国家政策下了以后 投资拉动就一定会成功 可是每一次的这些 一窝蜂的投资 最后的结果 都是有很多的失败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发改委 他现在来讲的就是 你们现在已经投入的资本呢 你得给我负责任把它处理好 那接下来就要用更小心的 要符合市场经济 也要符合经济理性的方式 来发展这个产业 那在发展的时候 最近你们可以看到 像台湾的很多科技人 他们都会说 不是有钱就好 因为钱是最容易的 你需要有人才 而且人才是要有团队 并且你最后需要有一个 整体的文化 包括它的纪律 还有它的上中下游都要在 我觉得后面两者 今天中国大陆即便没有 将来它只要挪动了 它的方向以后 它去建立并不困难 因为中国大陆可以提供的 经济的诱因是非常大的 但是它必须要做到 把劣币跟粮币 要把它分开来 要把败子跟麦子要分开来 就好像我们在一开头 沿海很多的产业 中国大陆说 好 我现在要腾龙换鸟 我要把你这些高污染的 全部都要挪开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整个产业 做了一番的筛选 那现在的在半导体产业中间 也进入了这个筛选期 筛下来的 应该就有足够好的基础 去很快速地建立起 它自己的本土的半导体产业 对于台厂要去那边投资的话 我相信大陆诱因之一 就是你把厂过去那边之后 最贴近市场 这是一个很大的诱因 那历经的创办人 黄崇仁他讲到一点 就是的确大陆是有资金 但缺乏刚刚切姐所讲的 人才团队的一个扎实的功夫 所以要搞好一个产业 不是那么容易 他点到说过去大陆政府 把一些补贴在LED面板的预算 全部现在要挪到半导体上面 这资金是可关的 那未来呢 台湾的人才跟技术 要到对外面去的话 还要再磨合一段时间 我想请教一下赖老师 因为北京半导体行业的 协会副秘书长朱金他有说 很多这些厂 其实选在二三线 甚至到四线的城市去落地 当然在厂房的成本上面来讲 是低的 但是也就是因为比较三四线 相关的一些基础建设 也不一定能够搭配得上 所以要再复制一个像竹科 或者是矽谷这样子 你觉得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大陆现在的一个情况是 原本他们是相信国际大分工了 那就刚刚这个雷倩所说的 那么中国大陆在 你看它在半导体的设计这个部分 里面像华为就很巧 但是问题就在原来在制程这个部分 他们认为是因为经过分工 就没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它即使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台积电也好 联电也好 中信也好 或是其他的 那么其他的有一些问题 其实那个都不算严重 因为都可以做出来 那也就是说 它可以透过联电联发科 也可以透过台积电来做出来 那也就是因为 他们本身有代工制作的能力 可是他们现在的情况是因为 这个部分被美国人卡住了 被美国人卡住以后 他们才发现这个事态的严重性 严重性 对 所以之前有讲过 这未必不是一个坏事 是的 当他们发现事态严重性的时候 就回过头来来检讨 他们在这段时间 半导体的这个产业的发展 发生什么事 那在回过头来检讨 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他们发现第一个有 确实有一点土法链钢的 这种当初的这种影子在里面 那也就是说 你根本不懂的人也跑来投资 那就是因为可以拿到国家的项目 拿到国家的项目 拿到了项目 拿到了钱 结果马上就宣布它破产 或者宣布它做不下去 那就把国家的钱就吞掉了 那这样的情形 这个部分都要开始做检讨 所以它才开始要求 你地方政府要就责 可是问题就是它又不同于地方 不同于过去的土法链钢 过去的土法链钢 是没有办法吞钱的 那是练一个东西出来 但是练出是废渣 可是没办法吞钱 可是这一次是可以吃钱的 是吃掉国家的钱 这个就不一样了 那你吃掉国家的钱 所以要对地方政府要究责了 所以这一次才会有新的政策出来 就是究责到你地方政府 而且不管你这个官 以后跑到哪里 我追你追到哪里 我刚刚郭文元讲说 因为水很深 对 所以才要在地方政府 所以才要究责 这段跟中央也有关系 好 那没有 这个东西就牵涉到 你是中央要来管半导体发展 还是由地方政府来管半导体发展 但是它又放钱给地方政府来管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地方政府筹到钱就去管 但是我觉得不同的 相同的地方是在于 这些东西都是高科技的东西 就好像你练钢 你土法你练不出来钢 半导体也是一样 你没有足够的人才 你方向不对 然后你机械设备软体都没有 你就是做不出 那么一个高科技的一个精源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他们现在要解决的一个是软体的问题 也就是软体都依赖美国 第二个就是它的设备依赖美国 第三个就光科技依靠的是荷兰 可是荷兰又跟美国又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他们目前来讲 这三个部分是由中央来管 这个三个部分他们并没有放油下面管 这也就是习近平他自己亲自要来抓 也就是要抓这个科技部要来管这个部分 我看最近一个科技部的副部长被任命了 就是做北斗的这个总工程师 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这个科技部由 他们最懂这个科技的人 他来当副部长 那就是代表他们的人事的结构重新来 但是重点还是在于 你这个半导体这个精源 你要做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开始在查 这个当初哪一些地方政府在勾结 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都被双开了 我估计会有越来越多 这投力了 绝对会双开 我补充一下 会陆陆续续续出来 他们觉得水很深嘛 就是这个意思 我补充一下 那个赖赖老师刚刚讲的那个中央的整顿 还有后续 尤其是高阶人才的整顿 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讲挑战不是很大 他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就是这个行业的待遇不好 对 因为你不像比如说阿里巴巴一个蚂蚁金服 现在要上市了 产生了多少千万元户 就是大陆的那些聪明的人 他不愿意投入这个行业 因为待遇不好 华为如果不是开始做手机 待遇本来也没有那么好 是的 因为手机赚了很多钱 可是你现在要做半导体 你又要因为要住房的问题 只好搬到二三线城市 那周边的那个生活环境又不是那么舒适 你知道吧 所以你要让人家长期在那边坐 然后又要有好多待遇 那不会有问题 他会在那个科技城 我不觉得那时候 那个待遇相对于其他的行业 所以现在比较反映普通的心态 就是先快地赚一波 因为这个在很多行业都已经发生了 比如说做AI的 我相信能够做半导体的顶尖人才 他做很多行业他都是可以适应的 那他到AI或者是到互联网 或者是到华为 都会很快地赚到大钱 我干嘛在那边蹲啊 我来补充一下 我儿子就是学AI的 而且是在台湾算学得还不错 很快就赚很多钱 没有 他那时候 他们有些同学还在读大学 因为他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他们就被台积电挖走了 那我儿子他就一直在分析 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说爸爸我不会去台积电 那我说为什么不去 他说你学会的东西以后的 你出来没有用 因为你就是会做那个东西 而那个你未来 如果他要形成一种技术 你要出来的话 你根本做不了 因为他就是几千亿的钱 所以他不可能走这个 所以他宁可去特斯拉 去做一个关键的东西 因为他回来可以开一个工厂 就把那个东西做出来 你就可以赚很多钱 就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他最终他选择 台积电已经多少次希望他去 可是他最终选择不会到台积电 因为他说我怎么可能去做那些东西 然后一个月拿那些薪水 那薪水对一般人来讲觉得很高了 可是他觉得那个不是钱 我们只能说庆幸台积电 开始发展成长茁壮的时候 台湾还是处于一个吃苦耐烙 不干实干的过程 我们是一边回来进行聊